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我是肖公棍,今天1月3号了,外面特别冷,昨天还出了一天的太阳,然后今天呢,就冷瘦瘦的,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吧,我把今天想拍的这个肉肉搬到家里来了,小伙伴们看,你们知道这个品种叫啥吗? 我非常喜欢的阿尔巴佳人,我所有的阿尔巴佳人就是这颗叶叉出来的,它是妈妈,是母本,这颗我非常的喜欢啊,在某音上面我的头像用的就是它,就很多小伙伴都会问我,你的那个头像形种叫什么名字呀? 我告诉他们是阿尔巴佳人,他们说,哇,太绝了,这颗阿尔巴佳人妈妈已经陪伴我5年03个月29天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它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也见证了它的蜕变,我给大家发一下它的成长记录吧 小伙伴们看到了吗,左手边就是它的一个成长记录 它的最巅峰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一张了,然后这一张呢,我也是拿来作为我某音上面的头像 很漂亮吧 从它入住到这个盆里面 5年多了,一直没给它换盆 我现在把它控一下吧,让它水分干一点,我想给它重新换一下土 但是呢,还是想种在这个盆里面 我感觉这个里面的土壤应该已经板结了 但是我又好担心啊,我好担心给它拖土,然后它们就散架了 就不好看了 然后这一颗是叶叉出来的 从妈妈身上扒下来的叶叉叉出来 马上就要两年的阿尔巴佳人了 算是一个品质型吧 这一颗的话,我现在一般是舍不得给它下叶片的 就让它美美的 以后有机会给它换一个美美的盆,当模特 这一颗是叶叉出来 七个月的阿尔巴佳人 一个大头带一个小头 然后这两颗的话是叶叉出来 一年零两个多月的了 它们的叶叉时间比它稍微短一点点 然后你看它的状态就已经开始显现了 有长睫毛,有暗纹 真好看哦 这颗三头的阿尔巴佳人 然后今天我想把这两颗阿尔巴佳人 撸撸枯叶,下下叶片 继续尝试我的叶叉 我们来先把这个枯叶给它扒掉 控水控了有七八天了 不知道能否成功啊 希望能够成功 我个人很喜欢阿尔巴佳人这个品种 其实像这些牢品种吧 现在能让我喜欢的真的感觉寥寥无极了 但是阿尔巴佳人我还挺喜欢的 出状态也挺好出 然后呢又不容易病虫害 很少养挂 小伙伴们你们手上都应该有这个品种吧 春天的时候你们可以尝试扒一扒叶片 叶叉哦 下面的叶层都有点软了 我觉得应该会好扒吧 也不好说 千万不要啪啪啪的打鸟啊 阿尔巴佳人这个品种 好像也不是很容易抱窄 不过那个妈妈 我就是从一个单头带大的 也还可以吧 好了 差不多了 可以来开始扒了 这里还有两片 先从这一片吧 这一片应该是这一棵里面最下层的了 把手尽量伸进去 揉一下 哎下来了 看到没小伙伴们 非常非常的 完美 再来这一片 这一片的话不是最下层的 这一片才是 我们得先扒这一片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一片也不是最下层的 这一片才是最下层的 但这一片的话 一层特别软了 你看 特别特别软了 但是咱也留着吧 然后是这一片 这一片就是最下层的 哎 还挺轻松 下来了 完美 再是这一片 这一片是最下层的 下来了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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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面又在报销 在 这一颗小头差不多了吧 不想扒了 再扒一下这边的头 扒这一片 这一片应该是最下层的 哇 这个 这个也埋得太深了 会不会失败呀 试一下 哎 下来了 听到了 吞儿的一声 还不错 这颗有多少个头 我看看 一二三四 四个头 叶叉出来四个头 挺好 今年春天 给它换一个漂亮的盆 希望它能够出状态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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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轻松啊 这一片应该是最下层的 完美 完美 哇 这里又有一个头了 哎呀 幸好给它扒了一下叶片 要不这个小头还增长不出来呢 那我把这一片一片打紧扒掉 这一片 这一片 不管扒 能否扒成功 得把它扒掉 哎呀 哎呦 这个地方扑了 但是 看吧 我觉得也许能成功呢 不抛弃 不放弃 再来这一片吧 小伙伴们 你们会不会觉得现在这个228家人 反正也特别便宜吗 干嘛还尝试夜叉呢 多浪费时间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就是有时间 我特别享受这个夜叉的过程 因为其实我手上很多品种 都已经有了 我也不喜欢去买那些新品种嘛 所以我真的就是沉浸在自己的夜叉的小世界里面 特别喜欢夜叉 这颗根都被我给弄掉了 其实每个人养肉的理念不一样 有些人他就喜欢直接买成猪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挺节省时间的 但是我是喜欢夜叉 我就喜欢享受一片叶子 然后慢慢的生根发芽 长成一颗成猪的肉肉 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所以说其实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吧 我是挺喜欢享受过程的 好 这一颗中间的这一颗小芽 应该是绒叶长出来了 再把这一片扒掉吧 再给它一点生长空间 这片母叶挺好的 尽量不要把它扒坏了 哎呀 太成功 这里稍微有一点点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 不会影响的 真好 把这一片拍一下 让它通风比较好通风 都成功了 哇塞 又成功了 又成功了 成功 成功 哎呀 这里 这里怎么了 哦 没事 哦 这里有点点破损 应该没多大的问题 好了 我觉得这个 就扒那么多吧 不能扒得太多 否则的话 人家本来美美的 又被我扒成这个样子 但是真的 它们很快就会长饱满的 不出三个月吧 三个月的时候 应该就长得非常饱满了 那我继续会把这些一片上 写上名字和备注时间的 这样呢 我就可以观察到 在这个季节 这些叶片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生根发芽 后期我会继续给大家追踪报道的 好啦 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